$$%§ 大家 今天會shot besma 我是 occupy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Terror version 大家有沒有很期待呀 如果你看到我前一支影片的話 大家就知道我接下來的講什麼囉 那如果你是今天看到這個影片的話呢 激攻心onte 非常的激妖 因為我今天要把這一個拿來做一個抽獎 那大家只要看完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按照下面的步驟去做 就可以得到這一個東西囉 那今天要介紹這個耳機呢 是True Eagles的這個耳機 然後呢這個是它入門版的 我之前有介紹一個比較進階版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一起看哪隻影片 那這個呢是比較它入門版 可是它入門版也相當的強喔 因為一般這種藍牙耳機的待機時間啊 非常的短 大概都只有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最多到四個小時而已 那這個呢在這麼小的機體之下呢 竟然有辦法做到可以聽五個小時 然後呢再加上這個充電器有十二個小時 所以總共加起來就是七個小時 非常的強喔 這麼小的機體可以用這麼久 好介紹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 它這個呢非常的輕 含充電盒才二十六克而已 然後呢 它是常用觸碰式的 然後它也可以單耳也可以雙耳做操作 然後呢本身這個支援IPS5的防水 這個我剛剛有提到六個小時一個一個時間 然後再來 它有支援藍牙5.0的連接 那這個非常的重要喔 我之前目前我用了這麼多耳機之下呢 我覺得藍牙5.0真的是很 非常重要一個點 如果你在選擇藍牙耳機的話呢 切記 不要啦 不要說是那麼嚴重 是建立啦 我是建立大家選擇藍牙5.0的連接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它比較省電 然後呢也比較不會有延遲等等的狀況出現 這邊看起來呢就是它的一個充電盒本體 然後下面兩個就是耳機 那看起來是蠻小的 那我猜給大家看一下吧 全部塞線呢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這是各個藍牙耳機大概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會有附一條充電線 然後附一個不同大小的耳塞 然後呢耳機的本體 然後一個充電盒 然後說明書這樣子 哇 它這個充電盒真的非常小起來 有點像那種藥丸式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吃過那種藥丸式的 它感覺就蠻像的 而且它這個 到底多小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之前就說小米充電盒已經是蠻小的 然後我拿小米給比 給我比對一下了 這小米的充電盒 然後呢放在一起 哇 它超小的 只有它的三分之二吧 寬度 然後呢 長度呢是差不多的 大概差不多的 長了一點點而已 然後呢 這個 盒子打開 基本上它還是磁吸式的 然後呢 放耳機的時候呢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 放進去它就自動充電了 這是說 真無形的藍牙耳機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這樣子 然後呢 基本上 大致上也不用太什麼介紹啊 充電的外觀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個要介紹一下 它質感真的比好很多 像這個呢 小米的質感就是 太塑料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是有點光滑的 摸起來的質感是還蠻不錯的喔 然後呢 這個一樣是磁吸式的 蓋子這樣子 蓋上去它是吸出了 就不會掉下來的 然後呢 把它蓋子打開 把它蓋子打開你就這樣子 它耳機也是磁吸式的 所以你基本上就不用擔心它掉出來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設定連線吧 然後呢 把它打開之後呢 先拿左耳出來 然後呢 再把右耳拿出來 兩個呢 就會進入配對的模式 這樣子 出現閃耀的紅 紅綠一直閃爍 那代表呢 現在變成這個 左耳呢 是已經進入配對模式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進行這邊 直接 連線一下 下用 再等一下 剛剛去掃描一次 沒有發現 等我一下哦 看一下 把它再搜尋一次 再用 發現了 這個 True Eagles的Eagle 點進來 確定連線 這樣就完整它連線哦 OK 目前已經連線完畢了 它這個紅綠閃料的燈啊 就會變成綠色 而且是慢閃的情況下 這個再把它完成配對囉 這個耳機呢 需要稍微晒一下 跟一般的那種入耳式不太一樣 它就這樣子 套進去之後呢 好 這樣子 稍微晒一下 然後把你的耳朵整個填滿 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呢 就正 過進度了哦 那我現在呢 有聽了一些KBoss 來跟Youtube 然後看會不會有延遲 那基本上呢 呃 我聽起來的硬直 第一個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第一個是沒有延遲的感覺 OK 接下來來見到大家最期待囉 我們又來抽獎囉 送的就是這一個 True Eagles的Eagle 這個白色的這一個 送給大家 那抽獎方式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Youtube下面的留言哦 在下面留言說 你最希望用這一個 True Eagles的Eagle做什麼事情呢 那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話 我等一下會不會在下面的說明欄啊 再把這些補充上去給大家 然後呢 這個我自己聽起來的感覺呢 它還蠻平均的 那也在這個價位等級來講的話呢 算是有在水準之上表現的 所以呢 這款也是有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但是大家如果啊 預算足夠要再升級的話呢 推薦大家用一個這一個 也是Eagle的升級版 Super Eagle 那我個人也蠻 我最喜歡這一隻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的 待機時間真的是非常長 就這一個 它的待機時間 有可以到15個小時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隻 它的待機時間啊 非常的長 有到15個小時 15個小時的話呢 我用一整天下來啊 大概到晚上 它還有將近50%的電耶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恐怖 那大家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這次的 開箱影片 那我等一下呢 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 大家有空的話呢 可以去看一下喔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今天 就把這個正獎準備送出去囉 那抽獎的時間呢 我想大概 兩個禮拜好了 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給大家做個抽獎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 到這邊囉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這隻 耳機的任何問題的話呢 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我們幫你解決的話呢 我會記得幫你解決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會請你直接找原廠那邊 他們會幫你解決所有的問題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I just wanna love you Just wanna hold you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 Please tell me you'll stay Or take me away I want you for myself Every single day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 You set my world on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